哈喽大家好我是降逼大屌 今天呢跟大家聊一部翻拍自经典古装喜剧 上错话叫叫对郎的新剧花好月又圆 虽然目前我看了三四景连原著的一点影子都没找到 但是一点也不影响它是一部绝世好剧 怎么说呢虽然剧情狗血降至bug一堆 但是人家是亲喜剧啊 要那么严格的逻辑干什么呢又不是推理剧 虽然主角演技尴尬还插了个道德卡 但人家颜值高会瞇瞇眼呢 瞧这脸蛋是不是标准的富婆才 nice 虽然人家去奇精华自创糟粕 但至少人家没有照抄原版自己创造新桥段 这种创新精神在如今这个时代 难道不应该值得肯定和赞扬吗 好了说回正题 该句呢讲的是两对新人在同一天结婚 阴差阳错新娘被互换的故事 男主叫梅世青是朝廷世家梅家的三少爷 一出场呢就遇到了兰儿 土匪头子男霸天的义子小宝爷 抢了人家的布皮 没事情奋力的追捕 两人之间展开了一场恶战 根据剧情设定 男主是唯一能跟恶霸土匪抗衡的势力 结果打了不到几下子 就被人撒了一把粉末 搞瞎了眼睛 接着他的手下气不过 对着人就吼的 卑鄙小人 哎呦我去人家是土匪耶 不卑鄙能当土匪吗 紧接着画面一转 女主角登场了 女主叫小丸子 跟他爹在街头卖一为生 由于天生神力 所以女主的蜡树绝活就是胸口碎大石 正在他这个场子要开始表演的时候 突然间来了一个街霸调戏他 由于女主力大无穷 分分钟就打了这些混混满地着牙 但是就这一脸庄 这个街霸也能看上他 果然口味也是挺独特的 女主一边打一边被那群混混 追得满街跑 跑着跑着 刚好遇上了男主的马车 被鞭炮给吓窜了 眼看轿子疯狂颠簸 场面一度失控 这时候呢 只见女主一个飞奔 用力地抓住了轿子 挣扎了几下子 直接就把马车给拉停了 是的你没看错 女主他妈的徒手拉停了 一辆飞奔的马车 此时我火速地去看了一下 这部剧的背景 大概是明朝 而明朝纪元是从1368 这1744年 而此时的牛顿刚满一岁 瞬间我就明白了 这时候的地心引力 还他妈的没被发现呢 女主拉停了马车后 还不忘掀开帘子看看 里边的人有没有受伤 结果男主不但不感谢他 还嚷着让下人轰他出去 正当女主凑上去 这样讲道理的时候 马儿突然又颠狂了起来 然后男女主就不偏不倚的嘴对嘴的轻伤了 哎呀我去 狙击手射击都没你俩精准呢 紧接着男主气壮壮的回到家 他爹一看男主的眼睛受了伤 大发雷霆起来 说眼看你就要跟郡主成婚了 瞎了眼睛可怎么好 结果男主说道 然后他爹就上家法 把他打了一顿 这时候呢 女二登场了 女二是九王爷之女 皇上清风的郡主 而他和男主的婚事呢 也是皇上遇刺的 但是呢 女二也并不是很想嫁 就求他爹让皇上取消婚约 九王爷表示 抗旨是要诛九族的 于是郡主只好乖乖待嫁 那边呢 小丸子的爹 由于欠了赌债还不上 图费那边就提议 让小丸子抵债 一来呢 跟青龙寨冲袭 二来听说 女主力大无穷 体格棒 能给小宝爷多生孩子 女主呢 为了救他爹 不得已答应了 接着女主就被安排在了一个 叫如意楼的酒馆代嫁 然后接着 好巧不巧的 这时候女二出嫁的队伍 也来到了这家客栈休息 男主觉得压根不想去 所以也就没去接亲 郡主的妖魂告诉他 男主由于剿匪受了眼伤 估计是瞎了 郡主一听 脑子堂堂一国郡主 怎么可能嫁给一个瞎子呢 然后心生逃跑之恋 正出去的时候 就碰上了女主 女主说 自己是要被拉去当压债夫人抵债的 那时候呢 突然有人喊了一声管家来了 然后他俩就跑错了房间 再然后女主就被嫁到了梅府 拜天地的时候呢 他在恍然大悟 自己跑错了房间 但此时的他害怕被赐死罪 所以只好将计就计 不过在进了洞房的时候 女主还是满心忐忑 害怕男主认出他被杀头 接着下一秒钟 男主就自曝说自己是个瞎子 然后精正地将女主扑打在了床上 来了个四目相对 女主说 我本来不想嫁的 不知道为啥 稀里糊涂被带到了梅府 正当我以为男主 就要认出女主身份的时候 结果他来了一句 这是遇刺的婚事 谁也脱不掉 我去 这么明显的暗示 男主你加上这次 跟女主都见过四次面了吧 虽然两次是蒙着眼睛 一次见他是化着卖艺的妆 但是这声音 这体型不难分辨吧 你这是装瞎 连自己都以为真瞎了吗 还是以为观众都瞎了 虽然男主没认出女主 但是好在第二天 妖婉还是认出了女主 不是他家小姐 然后呢 女主就把事情的经过 给妖婉说了一遍 妖婉一想 准是自家小姐逃婚了 于是呢 几个人为了保命 就合计着在找到郡主前 都有女主小丸子搅拌郡主 另一边真正的郡主 稀里糊涂的被带到了土匪窝里 由于长得过于漂亮 男儿小宝爷一看就喜欢的不得了 但是好巧不巧的 她的义父 蓝霸天也因为郡主的美色 迷上了她 并且表示 要把郡主改嫁给自己 男儿急了 说其实我已经跟她生米 煮成熟饭了 蓝霸天一听 来了剧 我去 真的是够可以 这大胆的设定 谁看了不说一声牛逼 所以说呀 这个剧真的是既继成了喜剧的 无里头精髓 又加入了大胆前卫的新设定 简直是难得一件的用心加做 接下来的剧情 我就不多做剧透了 大家一定得亲自观摩 才能体会领略其中的精彩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 我们下期视频见